女人不顾家里反对嫁给不思进取的男人 独自担其养家重任 他拼命赚钱供养丈夫吃喝玩乐 却发现丈夫有了外遇 女人的付出和包容换来的竟是丈夫的背叛 绝望之下她又会做出什么 冲动的行为 好丈夫是骗子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北方的某个城市 天已经是深夜了 110街警中心突然接到一个女人急促的报警电话 喂110吗我要报警 焦急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民警随后赶到报案的居民楼时 看到的是被砸坏的门 一名赤裸的男子跪坐在地上 一直对着一名黑衣女子大声谩骂 再往里走 是被砸得乱七八糟的卧室和卫生间 卫生间地上躺着一名几斤赤裸的女子不断身影 头发散乱 浑身是被抓挠的痕迹 地上还有一片血迹 黑衣女子和另一名红衣女子呆呆地愣在那里 看到警察来了 黑衣女子脸上带着回忆说 是我报的警 是我伤的人 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警察把受伤的女子紧急送往医院 带走了现场参与打人的这两个女人 经过询问 报警的女子叫高燕燕 同时被警察带走的红衣女子是她的二姐高莉莉 而那名赤裸的男子则是高燕燕的丈夫李洪远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混乱的场面 事情还要从高燕燕的婚姻讲起 十几年前的高燕燕是个花季少女 样貌出众 性格爽朗的她在家中排行老四 因为家庭原因早早步入社会打拼 在老家的省城打工了几年 后来跟随二姐三姐到了这座北方的大城市 干起了服装生意 由于她吃苦耐劳踏实肯干 高燕燕的小店铺很是红货 高燕燕在打理生意的忙碌中并没有什么感觉 只是每当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出租屋以后难免有几分落寞 李洪远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高燕燕的生活 李洪远的出身和高燕燕类似 从中毕业以后就到了这座厂城打工 遇到高燕燕以后她发现高燕燕漂亮能干 不久就对她展开了追求 高燕最初因为自己年龄比李洪远大四岁 曾经犹豫过 但是耐不住李洪远的猛烈追求 两个年轻人就走到了一起 不久李洪远向高燕燕求婚 高燕燕想 虽然李洪远没有工作 但是对自己一直非常好 平时也能在店里帮帮忙 所以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自己不再孤单 日子也有了笨头 可是高燕燕谈恋爱的时候 家人就很反对 她要结婚的消息 在家里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虽然李洪远没有工作 但是她对高燕燕一向很好 于是高燕燕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她的求婚 日子有了新的笨头 高燕燕觉得 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可是这场婚事 从一开始 就受到高燕燕家人的强烈反对 先是两个姐姐轮番劝说 李洪远这个人 没本事不说 还没上进心 这么多年 也没见她干成什么事 两个姐姐一直认为 李洪远一事无成 靠不住 不是个合适的结婚对象 现在就需要 自己的妹妹养着 以后能有什么出息 可是高燕燕却觉得 只要人好就行 自己也是多年大拼 昨天摸索 才有了自己的小事业 所以相信李洪远 将来一定能有所改变 为了登记结婚 高燕燕专程回了他老家 他父母的态度很坚决 不同意 老人的想法很简单 户口本不给你 看你这婚怎么结 高燕燕哭着和父母说 一定要嫁给李洪远 老高头看着自己的闺女这样 又气又恨 一巴掌打在高燕燕的脸上 高燕燕冲进厨房拿起刀说 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还不如来个痛快 母亲吓着赶紧拦着 但是高燕燕还是拿刀 朝着自己的手砍去 高母吓傻 眼看着鲜血流淌一地 老高头赶紧用毛巾裹着那手 带着高燕燕赶到医院 在医院里 高母把户口本交给了高燕燕 看着高燕燕那痛苦的表情 父母心里的痛更深 而对于自己女儿的婚姻 心里更是一片愁云 高燕燕和李洪远就这样结了婚 结婚以后 高燕燕用积蓄付了一套商品房 收付款 之后便起早贪黑地 忙着自己的生意 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但是结婚以后 李洪远却逐渐变了样子 他到底店里帮忙少了 在家的时间少了 他对高燕燕说 你们家人都瞧不起我 我一定要混出个名堂来 勤出去跑跑 看看有什么合适的机会 我也自己干个买卖什么的 对于李洪远的打算 高燕燕很支持 因此对于李洪远 在外应酬之类的开销 也很少过问 只要李洪远需要 高燕燕都无条件的支持 高燕燕每个月计算着服装店的开支 计算着偿还房子贷款 计算着怎么才能扩大经营规模 可以说忙得昏天黑地 在一次展销会上 高燕燕结识了一个在国外 做服装生意的朋友 他对高燕燕很是欣赏 尤其是欣赏他对服装行业 敏锐的嗅觉和独特的审美 希望两人能成为合作伙伴 还可以帮助他到国外发展 这位朋友的提议一下就说到了高燕燕的心坎里 随后高燕燕随手准备在国外拓展生意 忙着出国考察 忙着联系货源场地 忙碌的他与丈夫李洪远的交流变少了 在各种事情尾部推进的时候 高燕燕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凭着一股韧劲 高燕燕仍是在十月还胎期间 把国外的生意打响了第一炮 销售业绩迎来了开门红 但其中的尽苦付诸可想而知 尤其是李洪远 在儿子出生以后就做起了甩手掌柜 家里店里的事情一概不操心 照顾孩子和打理生意的压力 都在高燕燕身上 就这样高燕燕一个人带着儿子在国外 附带着全部的生活压力 生意昨天走上了正轨 高燕一手积攒的财富也不断增加 给李洪远的生活费也水涨船高 李洪远身边开始围绕着一群 吃吃喝喝的朋友 前寒心如苦 丈夫却在家游手好闲 挥金如土 回国过年 妻子发现丈夫举止怪异 她开始怀疑丈夫出轨 妻子带众人去抓到丈夫出轨现行 打伤了第三者 第三者却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丈夫是骗子 这年春节前夕 高燕把孩子留在了国外 与姥姥一起过年 她独自回国 在机场见到了几个月 没见到丈夫 赶紧跑过去给了一个拥抱 回来了 累不累 回家吧 李洪远拉着高燕的手 推着行李走向停车场 高燕想着在家好好过个年 再劝说丈夫早日出国和儿子团聚 想到这 心里对接下来的新年充满了期待 俩人夫妻多年 彼此已经非常了解 所以高燕回到家以后 很快就感觉到 李洪远表现不太正常 她多次故意试探 发现李洪远对过年 以及家里的事情 都是心不在焉 她这心里就更泛起了嘀咕 而李洪远总是手机不离手 还偷偷到楼道里接打电话 她几次偷看李洪远的手机 微信什么的似乎没有什么不妥 每次李洪远在楼道打完电话进来 高燕都要追问 李洪远给谁打电话 李洪远总是说 过年了和朋友联系的比较多 高燕也知道 他的那些朋友 知道李洪远和他相处异地 一般他回来的日子里 那些朋友就很少再找李洪远了 所以高燕也就更加觉得 事情不对劲了 对李洪远的活动 也就多了有个心思 高燕不禁想起一些 电视剧里的情节 难道这李洪远在外有人了 这一天他外出办事后 提前回家发现李洪远撒谎没在家 他立即打电话给丈夫 电话里当李洪远听到高燕也回来以后 语气有点慌张 你说去二姐那吃了 所以我约了朋友出来吃饭 一会儿就回去了 晚归的李洪远带着酒气 可是高燕也却敏锐地感觉到 李洪远眼谁都多闪 这天夜里 高燕也再次悄悄打开李洪远的手机 里面竟然有一个叫澄澄的暗昧微信 应该是时间太晚 没来得及删除聊天记录 看着其中互称老公老婆的露骨内容 高燕也确信李洪远肯定是出轨了 此时的高燕也气得浑身颤抖 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 竟然换来了真哑的结果 想起和丈夫李洪远将处得点滴 曾经以为这个男人是那么的爱自己 高燕也不想这么轻易放弃这段婚姻 经过一夜辗转反侧 他决定再是一次 试着挽回李洪远的心 吃早饭时高燕对李洪远说 洪远 过完年和我一起出国吧 国内这边我让二姐帮忙 我出去了谁也不认识 语言也不行 还不是困在家里什么也干不了 李洪远说 此时的高燕也像是忽然爆发 每次都是这样的借口 难道你就不管儿子了吗 你就不想一家团聚吗 此时他仍然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说话了一下说道 儿子也该上学了 你过去了正好管管 我和老王正商量纺织厂的事 还是在等等吧 高燕也讥讽地冷笑 只怕是有什么让你舍不得了吧 李洪远一愣 表情很不自然 眼神闪烁 忽然暴躁起来 大声说 什么舍得舍不得 大过年的 你要干什么 李洪远像是被猫踩到了尾巴 一下子就炸毛了 他又恼怒掩饰着自己的惊慌 高燕燕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是不是有人告证你了 说完趁势扑打李洪远 李洪远一躲 有病吗你 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 你就是没事找事 说完把碗筷拴了一地 而后摔门而去 高燕也拿起地上的碗筷 朝李洪远的背影摔去 但是人已经走了 看着一地狼藉 高燕燕痛哭出声 心口堵得上不来气 他在家里坐了一整天 历米未尽 而李洪远直到深夜才回来 虽然李洪远主动和高燕燕 承认错误 说是自己体贴不够 但是自己很努力了 自己不愿意走 是因为年前一直在和老王 谈纺织场的项目 年后这个事 一定能成功 高燕燕心里冷笑 想着李洪远回来 不过是继续跟他耍花样 毕竟李洪远手里的钱 是有限的 他暂时还脱离不了自己 他也一遍遍问自己 这样的心还能挽回吗 李洪远虽然人在他身边 但是心已经飞了 这对一向要强的高燕燕来说 简直就是人生最大的失败 但高燕燕不想就这么放弃 毕竟这个男人是孩子的爸爸 他愿意给李洪远一次机会 但是必须让李洪远尽快出国 这样才能和那个女人断了关系 第二天晚上 高燕燕趁李洪远不注意 又一次偷看她的手机 这次她竟然看到 那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一条新信息 内容是再次约会的时间 看来李洪远没有丝毫收敛 这个要强了半辈子的女人 发誓绝对不能轻易放过李洪远和那个女人 他这次一定要给她们一个教训 他打电话给二姐 把事情告诉了二姐 让二姐赶紧找俩人和她一起去 二姐高丽丽是个暴脾气 一听说妹妹受了这么大委屈 立即答应和她一起去 到了约会订的那天 高燕燕先是借口有事离开家 然后和事先等在楼下的二姐 即带来的两个男人一起在楼下暗中监视 没过多久 李洪远出门了 这四个人一路尾随着李洪远 到了一栋居民楼下 看到李洪远进了电梯 并显示停在了八楼 稍等一会儿 他们也上了八楼 一个小伙子试着去敲门 没想到开门的正是穿着睡衣的李洪远 李洪远看到门外一脸怒气的妻子 知道事情白露 像双打的棋子一样不说话 同来的两个小伙子在高燕的事宜下 进门后就开始摔东西 而屋里的女人看到这情况大喊 这是没王法了吗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高燕也冷笑着说 你问问李洪远我是谁 我是供他在国内吃喝玩乐的老婆 有结婚证的老婆 程程朝着李洪远喊道 什么 李洪远 你没有离婚 你 你骗我 李洪远冲过来说 程程 你听我说 我是没离婚 但是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我不是骗你的 此时高燕也被彻底激怒了 程程是吧 感情是真的是吧 抽打了李洪远几下后 开始对程程撕打 和二姐一起撕扯程程的衣服 而被两名大汉 摁在地上的李洪远 在一边喊 高燕也 这十年来 我也没少伺候你吃 伺候你喝 你这么闹 当我是什么 你住手 赶紧住手 否则我跟你没完 越是听到这样的话 越是让高燕也丧失理智 此时程程已逃到卫生间 高燕也一脚踹坏房门 冲进去把程程的衣服撕扯掉 撕扯和抓脑 似乎还不足以消除心中的愤恨 程程这时候哭喊地叫道 红远 救救我 这样的声音 听到高燕的耳朵里更是讽刺 他疯狂地用卫生间里 随手抓到的尖锐木条 将程程扎上 啊的一声 程程的惨叫 惊醒了高燕也 我是被骗的 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该收拾的是你的男人 程程质问高燕也 程程的话使高燕也清醒了 对啊 这个女人是无辜的 是李洪远背叛了自己 看着躺在地上的流血的澄澄 想起了还在国外的孩子 她开始后悔自己的冲动 自首也许能减轻自己的罪责 于是她拨通了报警电话 这也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她到丈夫出轨现行 冲动之下扎伤了与丈夫约会的女人 受伤女人辩解说自己也是受害者 高燕燕看清丈夫两面欺骗的丑恶嘴脸 认清丈夫的真面目后 高燕燕对自己的冲动后悔莫及 她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好丈夫是骗子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警察到场后控制了相关人员 程程也立即被送到医院治疗 后经法医鉴定 程程的身体损害程度为轻伤 根据警察了解的情况 原来李洪远手里的钱多了 再加上与妻子常年两地分居 心仰难耐的李洪远就偷偷在网上寻找刺激 李洪远想干脆找个能长期在一起的姑娘 即使高燕燕不在国内 自己的日子一样过得逍遥自在 于是她在网上谎称自己是李毅的大老板 开始寻找自己的目标 几经尝试她遇到了李毅的成城 经过一段时间网上接触后 成城很快陷入李洪远编制的情网 无法自拔 在高燕燕没回国时 李洪远像个富贵闲人一样围绕在成城身边 二人以老公老婆互称 李洪远谎称家里与父母同住不方便 所以每次都是李洪远到成城家里过夜 而在高燕回国这段时间 李洪远又说过年家里事情多 不能一直陪着成城 这样的说辞倒也没有让成城产生过多的怀疑 但是当成城提出 过年期间准备看望李洪远的父母时 李洪远的心慌了 一个谎言总需要另一个谎言来弥补 不情编造谎言的李洪远很紧张 所以即使在高燕燕回国期间 李洪远也不得不偷偷与成城见面 来安抚成城 李洪远立心盘算着 只要高燕燕过完年再出国 自己与成城的好日子依然会继续 但是她没想到 这么快如意算盘就落空 东窗始发还引起了这样一场悲剧 最终高燕燕和高莉莉 以故意伤害罪提起了公诉 他们的行为不是应该构成侮辱妇女罪吗 为什么公诉机关起诉故意伤害罪呢 这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个罪名的区别 侮辱妇女罪 侵犯的是妇女的身体自由权 隐私权和民意权 而故意伤害罪 侵害的是自然人的身体健康权 在本案中虽然高燕燕有撕扯 成城衣服的行为 但是其目的和最终结果 导致的是成城身体受伤 而并非是想要侮辱对方 因此二人因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诉 最后法院开庭审议了本案 判决认为被告人高燕燕高莉莉 无视国法 于是不能正确处理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且造成他人轻伤的后果 二被告人之行为已触犯了刑律 构成故意伤害罪 被告人高燕燕在本案中起了主要作用 弃主犯 被告人高莉莉其辅助作用 弃重犯 案发后 被告人高燕燕积极赔偿被害人的各项损失 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法院判决被告人高燕燕犯故意伤害罪 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 被告人高莉莉犯故意伤害罪 有期徒刑十个月 而前去帮忙的两个小伙子到成成家的墓地 只是协助捉奸 因为事先没有共同伤害的故意 在事件发生时也并未参与共同伤害 所以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因为破坏财产的打砸行为 而被处以行政拘留七天的处罚 案件似乎到此结束 当时给本案的几方当事人带来的影响 改变了他们一生 成成作为无辜受害者 身体和心灵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高燕燕由于突然被捕 导致生意遭受重创 六岁的儿子在国外无人照顾 只能随着自己的父母回到老家 高莉莉因为受不了入狱的打击 眼睛几近失明 出狱后高燕燕起诉与李洪远离婚 法院认定双方感情破裂 准狱离婚 并综合考虑男女双方对家庭的贡献 以及导致婚姻破裂过错等因素 在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上 对高燕燕予予以照顾 最终孩子有高燕燕抚养 国外的生意及产业 判归高燕燕所有 李洪远分的国内一套房产 所谓游减入奢宜 游奢入解难 失去经济来源的李洪远 很快将财产婚货 身边的虎朋狗友也都断了联系 最终他变卖房产远走他乡 在这个案件中可以说高燕燕和成成都是受害者 高燕燕因为丈夫的背叛在激愤之下伤人 伴随着他一生的事无尽的悔恨 悔恨自己对不起父母儿子 对不起二姐 也对不起那个无辜受害的姑娘 她也是这个失败婚姻的受害者 而导致高燕燕和李洪远婚姻破裂的种子 早在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就已经种下 李洪远好吃懒做的性格 一直被高燕燕忽视 迁就纵容 李洪远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后 贪图享乐 又追求精神上的刺激 高燕燕在发现问题后 却采取了极端的手段 忠视害人害己 这个案例也告诫我们在面对问题 和维护自身权益时 一定要理智 一定要有适当的边界 边界这边是自由 边界那边是深渊 冲动的魔鬼很可能让人突破自由的边界 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最终换来的不只是混恨 更可能会像本案的高燕燕一样 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请关注本栏目公众号 我们下期再见 儿子离婚后将房子转赠前岳母 老两口得知后欲要回房子 王初分去找周凤霞 周凤霞始终不肯给两个人开门 老两口怒将庆家告上法庭 不料庆家却有备而来 周凤霞拿出一纸文书 上面明确写道房子归周凤霞所有 儿子为何要将房子送给前岳母 最终这个房子究竟归谁所有 婚房送给前岳母 下期播出